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测试有些曲折 也见证了战争的残酷 当然生活是美好的 比如有机会就认识了阿清 咱们看下去 摔回塞尔维亚接到出差命令之后 立即动身去了北京 接受外事教育和一些保密教育和安全教育 然后顺便回了一下老家看看父母 但是不能告诉他们我要去哪 根本告诉他们这工作的危险性 在家里待了一周 然后从北京出发 转机去贝尔格莱德 我算是老球迷了 上学时候看过比赛转播 知道有个贝尔格莱德红星队 曾经很牛 但是我去赛尔维亚的时候红星队已经没有了 因为战争 甭说足球队啥都没了 听说后来又重新组建 但是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了 所以干什么都行 就是不要战争 战争给人民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作为中国人 我们渴望和平发展 但是更希望祖国强大 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 别人才不敢欺负你 才能够真正的远离战争 以战指战 在我之前啊 已经有一个小组过去了 到贝尔格莱德去了 后来就发生了大使馆被轰炸的事情 小组就撤回了 撤回国了 本来我过去也是为了善后 有些备件随身带过去 配合安装完毕 然后就赶紧回来 雷达这些东西挺有意思 一般来说啊 就算你的东西再好啊 国家也不会刻意去宣传 就算你的东西再物美价廉 邻国也不会买你的 而且就算想买 也不一定肯买 肯卖 也不一定肯卖 就好比咱们跟老毛子 飞机可以卖给你 雷达就不卖 雷达就不卖 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行当才相对比较早的 走上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的之路 当然也有例外 那就是巴基斯坦 双方都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 所以我们就管巴基斯坦叫巴铁 我后面会讲到巴铁啊 很多故事关于巴铁的 非常精彩啊 我那个个人的习惯 是在每个去过的地方 只要有机会就带一瓶当地的沙子回来 带沙子 现在橱柜已经摆满了玻璃瓶 每个瓶子上面都有标签 有时间和地点啊 里面装着不同地方的沙子 这些瓶子啊 几乎可以组成大半个地球 对吧 你看那个坐着跑 几乎跑遍了世界各地各个角落啊 我们出去通常是搭乘民航班机去到目的地 目的国 一般对方会有专门的联络官来沟通协调 但是塞尔维尔不一样 他自己的人里面也是鱼龙混杂 未来安全起见 这次是咱们大使馆派人来做联络官 这是我的第一次外出纪连啊 第一次出国 幸运的是工作工作站离首都贝尔格雷格很近 就在陈北 因为大使馆嘎嘎备战 许多后续事情等待处理等待善后 但是我知道我是第一次出国 使馆还是专门派出人员陪着我来到那个站点 上学的时候啊 外语学的是英语 工作后因为技术资料啥的经常有俄语 所以我又跟几位老师傅学了学了点俄语 虽然不会说 借助字典还是可以翻译啊 翻译一些那个技术资料 雷达这些东西太专业了 旁边翻个翻译也没有必须有专业的 好多专业术语很难翻译 就凭着自己磕磕巴巴的英语和写出来半调子俄语 居然在贝尔格莱德混了两个半月 就这两个半月我受了八斤 我用了八斤真的太苦了 好辛苦啊 但是搞定了一个做问都没想过想过的事情啊 那就是如何看到叶音F117A啊 怎么用雷达发现F117A啊 前面讲过 第一组过去的时候啊 曾经用我国的技术 对部分前南斯拉夫的 SUM2或者SUM3进行了修复和改装 其实早在红旗2打油2的年代啊 对乡间位干扰就有过研究 但是后来油而不来了 那个技术也就没有没有了用武之地 第一组里面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 叫老刘 是第一批导弹营的 后来文革因为出生不好被下放了 平凡以后通过关系来到我们厂 他后来自学了前功啊 平时不显山露水的 人很和气 他老婆也是山东人也是东北人啊 有时候呢就我就去老刘家里蹭饭吃 尤其是他家的饺子啊 真的好吃 那张口逼狗我叫他刘叔 他甭提多开心了 就这么一个都快退休的河外老头 常理组织去塞尔维亚的时候啊 他主动请阴 因为已经五十多岁了 一开始啊组织上还有些犹豫啊 关系上别人没人想去啊 那边又打仗 对吧大使馆刚刚被炸 正吹人吹人手 他又是前功又可以做帮手 于是就去了啊 就就这么一个阴差阳错 直到后来啊 常理才发现他的作用有多么巨大 长龙我活啊 工厂派去的人都是造雷达的 可能设计也是懂一点 但是呢毕竟不是用雷达的 老刘不一样啊 他从陆那天开始 就是玩地空导弹 又有文化基础 他对这个太熟悉了 对吧 白龙没几天啊 雷达加上导弹 他都熟练了啊 玩的倍熟 虽然没有亲眼所见啊 但是用爱不释手啊 形容当时的老刘啊 肯定不为过 别人修雷达的时候呢 老刘出了帮手 就是研究怎么打飞机 东方人的智慧被他 发挥了一个 那个叫淋漓尽致啊 他是老弹兵 又是前功 还冬过牛棚 没有架子 对谁都和和爱爱的 客气笑笑 呵呵的 笑呵呵的 啊 谁有话都没避着他 就给他带来了很多便利 因为他是玩的导弹的 又是在雷达工厂 雷达军工厂工作 而我目睹了各种工作 雷达工 各种工作原理 有点缺点啊 对数据也熟练在胸 对吧 通过跟老毛子专家 和赛维尔的操作手的沟通啊 他找到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他总结了 总结出来了 方法都总结出来了 当然打下那个夜银F117啊 并不是这个站点啊 而且老六那一套也没人听他了 他不是专家吗 对吧 人家还是塞尔维 南斯拉夫 都是崇洋 崇洋媚外 崇拜老毛子啊 中国人算什么 对吧 不过他听说我要过来 就把自己整理的笔记 给了我 对吧 他是心血啊 鼻子都是心血啊 若干年总结出来了 说肯定能看到F117 让我给他证实一下 验证一下 那个厂区宿舍啊 靠着靠着叫做牛角山 宿舍区旁边的山脚 开了一片荒地啊 我死皮赖脸呢 盛起下一小块荒地 但是从来没有去种过菜 也也不是懒 那被父母惯了啊 不会种菜啊 很多就是这样 呃 呃 城市里或者呃 应该说他也应该说是六零后七零后了吧 谁会种菜种地啊 对吧 没人会了啊 去塞尔维亚是我主动请营的 那毕竟我当时年富力强 单身有技术 能吃苦耐劳啊 是典型 是典范 对吧 而是当时当时也在考虑 说不定出去一旦回来就立个功啊 然后有机会提干 有机会提干 但是指标下来 当指标那个上级那个批复下来同意了 要动身的时候啊 我当时又犹豫了 要去战场了 说不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但又不敢表现出来啊 车间副主副主任送我去火车站的时候 说我说如果我牺牲了还没讲完 他就打动我 别扯犊子了 就算你回不来 你那小一片 你那片小荒地我一定收回来 一句话 把我心中的那些阴蛮啊 乌云啊 全部打散了 对吧 有时候是要得再轻松一点啊 后来想想我挺感动的 这些领导啊 一眼就看出我那个年轻人的心思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鼓舞士气 祖国的大厦 就是无数这样埋头在基层的工作者 基层领导 一转一往 建立和维护起来的 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说的一点没错啊 老刘的那本笔记啊 成了我在贝尔格雷德茶余饭后的研究对象 帮助出来炸道的我打发了无聊 我给也给了我无尽的企迹 在国内出差基本上还都是青菜米饭 甭管哪里都差不多 灰心不多啊 但是因为贝尔格雷德还在处在战争状态 站在战点里面只能吃罐头和硬面包 我没有我当时没有三天都没熬过就崩溃了啊 我的任务是换配件 坏了的拆下来换一个新的上去 第一组已经做了标记 也列了清单 所以按照标记啊 一个一个换就行了 毛泽 当时毛泽没有跟北约宣战 没有跟美国啊 和那个北约宣战 所以是以支援兵的方式 支援兵 看到吧 做专家指导赛族的大兵啊 指导赛尔维亚的大兵 低空导弹雷达啊 是雷达的眼睛 导弹是拳头 专家的工作啊 就是发现目标指引拳头指引那个导弹去打击那个飞机 因此啊我的工作 其实就是跟专家坐在小屋子里面看屏幕 盯着屏幕看啊 24小时打打扫描是吧 工作上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电压电流这些小问题 说到这些啊 经常出国的朋友就会知道啊 就很能理解 不同国家所使用的电压以及电器设备 使用的保护电流标准 很多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咱们国内啊 用的是220伏和那个380伏 对吧 直流是12伏 保护电流12安倍 12安倍啊 但是老毛泽子不一样 毛泽子能用的230伏 16安倍的 所以啊 好多配件需要去改装啊 需要很麻烦 这个虽然倒是不难 那个就是换几个 那个改装电容电阻的事情 自己都可以搞定 不过改装完成以后啊 还要测试 这就有学问了 毛泽兵平时啊 比较敏感 平时比较敏感 我们修复设备可以 但是如果改装 必须通知他们 得到他们的同意 否则 他们的头儿曾经在我们面前啊 拍了拍 要接了他 要接了手枪 威胁啊 就是老毛的东西 不能让你随便赶 就是这意思啊 这也不能怪他 防空武器站点啊 防空雷达站啊 都是重点清除目标 都是敌国的重点清除目标 稍有不顺就暴露了 就可能被直接 踹掉摧毁 谨慎一点 还是有好处的啊 毛子 老毛子喜欢喝酒 随身带着就有那个 挖的岗福特加 塞维亚士兵啊 一般都比较啊 木讷 内向 沉闷 基本都不怎么说话 我就跟老毛子一起喝酒 讲笑话 他们也听不懂 就用手 大家用手笔划 连笔划带戳 甚至还有时候还喉两嗓子 反正是目的是啊 搞好关系 对吧 让他们放松警惕 然后呢 利用未安装的电容 进行测 测试 测试的这个借口啊 啊 我就是尝试了老刘的那些 笔记本的那些的方法 具体来说 就是稍微改变一下探测雷达和测高雷达的频谱 用时间差来发现异常 因为按照老刘的讲法 敌机飞行期间肯定是伴随着电子干扰的 所以要是能够接收到它的信号 并且分辨出来 那不用看雷达都能看到它 或者用波段差 用波段差别较大的两组同时照射 它吸收了一个 吸收不了第二个 另外啊 还可以向天上发长波 因为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空气热量特别好 没有雾霾啊 没有雾霾 所以天上的电离层没有什么破坏 可以凭借反射的长波 从上面观看 那夜银F117就无所振形了 啊 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 基本没啥效果 这个站点看到的 跟隔壁的几个站点看到都一样 甚至还少了几个目标 也就是说都在白忙活 没啥进展 毛泽说 毛泽说啊 我改的电压不对 电流也不稳定 啊 让我继续搞 直到改好为止 啊 我借口要去领配件啊 要去一趟大使馆领配件 啊 正好出去冷静一下 好好思考一下 对吧 整理整理自己的思路 为什么一个礼拜都没发现目标呢 是吧 那就到大使馆被炸掉以后啊 被美国佬炸掉以后啊 大使馆搬搬搬到一个南郊的一个政府大楼 并且在楼顶起了个醒目的红色的十字 红十字那个标志 怕瞎眼的美国人再借口看不见 说实话 这个就是骗子 美国人真要炸你还得炸 不过咱们不是外交人员 也不是军事人员 没有那么醒目啊 白天还好 到了晚上 整个晚上都可以看到 外面晒足地面的防空炮火 再朝天开枪 空袭警报 随时随时响起 有点担心 一部分是担心自己的安全 更主要的则是担心没有搞定老刘的 研发的那些 心血老刘的研究成果 没有去验证过啊 这个虽然不是我出来的任务 但是总要对得起组织的培养 住在大使馆的地下室 条件虽然一般 但是很安静也很安全 我躺在那儿就想两件事 一件事白天在使馆见到的一个女孩 哈哈 真秀气 动心了 又大方 不知道是不是使馆工作人员 还是来使馆办事的 更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到 思春了啊 另外就是老刘提出了邪症问题 一件事累了就想就换另外一件 想累了就再换回来 然后迷迷糊糊的想起自己带了绿波去的电压 似乎还没有改啊 七响八响就睡着了 这是关键的细节啊 不要小看咱们跟老毛子这个师傅的电压叉啊 很多问题啊就出在这儿我跟你讲 后面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甚至苏丹等等地方都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就是一个小问题 雷达是精密一气啊 万万马虎不得 思来想去 我计划在绿波区后面自己装一个屏幕 把绿波后的造型造影啊显示在自己的屏幕上面 而毛子的屏幕还是会显示没有绿波的 对吧 这样我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屏幕的不同点找到一些发现了 是吧 兴充充的回去站点 结果到了指定地点以后才发现 那个站点被炸掉了 被北约的空袭炸掉了 谁炸的不知道 反正一片瓦砾啥都没有了 心中啊正暗暗气的 一片的后怕我跟你讲 站点被炸跟自己修改 那个那个那些线路没有关系 不过呢看起来也不像啊 地面没有空袭造成的大坑 后来在一个偶人的机会我才了解到 是一位毛子老毛子的那个大病说去买福特加 被北约的那个间谍发现了 那个这个间谍啊 细作啊 我们他们称作细作的吧 细作就是这间谍的简单 是吧 就是地面的特种部队 北约当时采用激光制导炸弹 第一代炸弹为了提高命中力 通常用特种部队带着导影设备潜入到目标附近 然后用激光枪照射目标 引导飞机投下啊 聪明炸弹啊 smart bomb对吧 以此来提高命中率 老毛子的兵不知道怎么会被那些间谍特种部队认出 认出来了 然后自己也发现那个雷达战争被暴露了 但是晚了 特种部队直接用炸弹解决了 没有空气 特种部队直接几个人上去用炸弹啊 用那个高高爆炸弹把那个站点炸掉了 站点没了 又只能回大使馆等消息 大概三四天以后啊 通知我去另外一个站点 这个站点是在市区南部 距离上距离上一个被炸的站点不远 看得出来是一个新建的站点 仍然还是老毛子兵做专家 塞尔维尔士兵只负责按按钮啊 发射按钮是吧 还有那个雷达开关 有了上一次跟老毛子打交道的经验 这一次很容易就拉近了几个人的关系 依然忙着改洩露武汉零件安装了绿波去 不过问题似乎还没有解决 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啊 这个站点的雷达转向器的液压系统 似乎出了问题 总是滞后 于是借口打电话 我回了一下大使馆 又见到了那个女孩 果然她是使馆的工作人员 哎呀没戏了 在使馆给墙里面打电话 找老刘 塞尔维尔跟国内有时差 比北京晚六小时 打电话要趁早啊 否则到了晚上国内都睡觉了 没人接电话了 这次啊市出紧急 没购上那么多 当时国内还是半夜 电话直接找到打到了老刘的家里 铃声响起 过了一会儿老刘接了电话 不过使馆用的是卫星电话 太贵不能说太多 都要精打细算 都是国家财产是吧 告诉老刘 按照他的想法改了 也是了 又改了又是了 但是还有问题 电话里面也讲不清楚 我写了个邮件啊 给技术组的一位师兄 让老刘明天找车间主任 加上技术组的几位技术员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然后给我一个答复 老刘睡得懵懵懂懂的 迷迷糊糊的被我折腾一下 估计也睡不着了 我在使馆写了个 写了个邮件发了出去 外面的线路不安全啊 只能在使馆里用那个保密线路发邮件 98年代有时候啊 电脑还没有普及 网络应用很少 邮箱也刚刚出现 我还算比较新潮的啊 搜狐油箱 搜狐用那个那个注册的搜狐油箱 用户名都是三个字母的啊 很短的是吧 QQ号也是八位的你说 八位的QQ号很少了是吧 老司机啊 做的是老司机 工厂到处有一些电脑 主要是画图和仿真用的 个人电脑用的真不多啊 会上网的就更少了 我们车间除了我以外 只有技术组的一位师兄 有自己的邮箱 当然啊 那个时候也没太考虑保密的需求 哪里像现在啊 厂子里面有自己的服务器 工作邮件 必须用工厂的邮箱安全多了 是吧 都是加密的 当然现在各方面都方便多了 用QQ和微信 随时随地都可以搞定 24小时 只要有网络 只要有网络是吧 后来回国以后才发现啊 老刘半夜没睡着 睡不着觉了 啊 索性把大家都折腾了 起来别睡了 又找不到收邮件的地方 那时候工厂啊 呃 网络有网络那个设备了 在在那个厂办啊 在厂长办公室 还是22.4k的网速啊 用那个猫啊 用那个猫 但是古董级别了 比牛车都慢 嗯 况且那个时候啊 邮件我还没有发出去 因为写了太多的东西 写完之后自己检查 不满意 又修改啊 修改了 再不满意 再修改 就是通到贝尔格莱德 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 才发出去了 晚上10点 就是国内的凌晨4点 老刘们 他们大概是早上5点多 才收到了邮件 又兴奋 又有些紧张 我告诉老刘 绿波区上面可以看到许多杂点 但是不能定位 也不能确定是不是目标 这其实是一个进步 剩下的问题是 怎么从杂点分辨出目标 对吧 反正发邮件我 发完邮件我就睡觉了 累死了啊 身心疲惫 大使馆就是我的家 这里有大米饭 有青菜 有漂亮的姑娘啊 虽然还没答几句话 但是家里再舒服 也是要工作了 对吧 祖国让我出来 不是来吃国外的大米饭了 我必须要做出自己的贡献 体现自己的价值啊 必须要有这种那个 那种那种责任心 责任感 真的 你才能成就一番伪业 对吧 成就一番事业吧 早上醒来 去电脑室看了一下 还没有收到回复的邮件 国内的时间算起 算起来已经下午两三点了 看来老刘他们还没有什么结论吧 其实我想错了 城里城里面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了 老刘虽然不是技术人员 但是车间还是有高人的 你看 就这些军工厂全是牛人 全是牛人 藏龙卧虎啊 全是牛人我跟你讲 主管技术的张主任 跟主管技术 跟几位技术人员研究了一下 我研究了一下 我发过 我说的那个情况 说明和简图啊 再加上老刘的简述 描述 很快就有了几个解决方案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发邮件回复给我 是的 你没看错 真的就不知道怎么发邮件回复我 因为当时是新生事物啊 发email啊 不会用你知道不 你看现在的技术都发达对吧 那个那种即时即时通讯的方式 也多种多样 QQ微信啊 这个那个的 啊 用手机拍一下 轻轻按就直接发了 对吧 更简单的是用视频 那种爽的感觉就不说了 但是那个时候条件就非常简陋啊 发邮件的时候 我用的是大使馆的电脑 没有那个CAD软件 就用我的啊 就用我的我的文档 做了一个简单的图 然后发了回去 工厂那边有CAD软件 啊 但是他们猜到我 猜想到我可能打不开 于是也用那个我的文档 来画图 对吧 因为CAD软件 那个画的图 必须要用CAD软件 那个才能打得开 使馆不一定有CAD软件 嗯 你看这个心思 心思缜密啊 你说 我跟你讲太 my god 你知道吧 那么复杂的电路图啊 用鼠标画来画去 啊 那个手腕那个关节 不知道要断了几次啊 才能画完 我跟你讲 太复杂了 啊 就这样无聊的 啊 等了一天 第二天早上起来 又收了一下 还没有收到回复 那个回复的邮件 长连回复的邮件 就返回到站点继续啊 发呆继续发呆 那人家赛维啊 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啊 花了大 花了大钱 花了大价钱 请我们出来 那咱们不能吊铃铛的 对吧 不能吊铃铛的 那个消极代工 还得出现一下 按照规定啊 换上新配件之后 要连续用上十天 不出现问题 才能算验收成功 所以换上币件 呃 以后开始的十天之内 我都要像包身供一样 守在站点旁边 保证可以随脚随到 可是第二天 使馆工作人员就来了 说是有新币件到了 让我回去盘点 那我就回回使馆了 本来回去大使馆的路啊 应该比较容易走 拐了两个路口 然后上了大道 一路走就到了 欧洲的道路不像国内 国内的城市大陆啊 都是笔直的 宽阔的 旁边是新建的高楼大厦 而欧洲的那些啊 老城老城区啊 城市啊 往往都是比较注重 保护历史建筑啊 虽然也挺好 但是但也造成城市的道路 狭窄弯曲 甚至有些老城区的路面 还是保留 花港岩石头铺城的老路 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 七转八转 过去晕车的人 早就受不了了 是吧 正是因为这样 一路上就 一上路就发现 后面有一辆车 一直跟着 被钉烧了啊 叫我回去的三密大哥说 我们被钉 跟踪了 三密大哥是个全才啊 是大使馆的三密啊 三等秘书啊 40岁左右 就说是林彪 林彪的老乡啊 湖南人 湖南人啊 虽然职务不高 但是他在南斯拉夫使馆已经十年了 不喜欢抛头露面 不过很多棘手的任务都是由他来完成 老司机了啊 老司机了啊 我记得就是那种什么 出外形的行动人员 行动人员啊 都是武林高手啊 使馆的人都非常信任他 大家都尊称他海哥 啊 旧大使馆被炸的时候啊 海哥也受了伤啊 左臂里面 左臂上面一直打着笨蛋 那只是在 我只是在那些谍战大片里面 看看到过这样的情节 挺刺激的 真的让我碰到啊 还真的心里很紧张 两只手扣在一起 握在一起 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很多啊 想啊 那个工厂啊 想同事 想那个厂里面 封给我的一小片荒地 啊 又想到我的父母和哥哥 还有大使馆里面 没说过几句话的那个漂亮女孩 嘿嘿 海哥倒是很正宁啊 说他们已经习惯了 其实啊 通为斯拉夫人啊 塞维尔人在外观上 比起老毛子更像西游人 对吧 他是南斯拉夫嘛 老毛子 老毛子是东斯拉夫 是吧 反正我是分辨不出来的 我是分辨不出来 他们外面的有什么区别 那个前南斯拉夫也不是铁板一块 今天这边呢独立 明天那那边为了抹开菜地 什么地啊 打起来了 因此有很多里通外国的叛徒 那些啊 恨国党 在楼党 南斯拉夫多的是的 当然也有很多北约特种部队的这个 细作间谍啊 中国大使馆被炸之后啊 有一部分是塞维尔总部派出来暗中保护的 那些跟踪的人啊 也有一些间谍和细作特务啊 但是他们不敢贸然对中国人下手 这这也是因为有了我们有强大的祖国在后面做后盾 在外的中国人才有安全感啊 那胡思一路上胡思乱想了很久 就回到了大使馆 进入了使馆之后呢 海国告诉我 国内已经回了邮件啊 还有电话打过来 当然新到了边界在地下室 不过这并非海国带我回使馆的主要原因 主要还是为了那个那个厂里打给我的那个电话 其实各个国家的大使馆啊 也就是驻外的情报机构 都是驻外的情报机构 尤其在敏感地区啊更是如此 塞尔维啊 当地鱼龙混杂 北约的人 南联盟的人 老毛子的人 长得都差不多啊 很难分辨出来 巴尔干半岛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对吧 啊你说 呃 两次世界大战 都是在巴尔干半岛的火药桶点燃了啊 都是什么啊 兵家必争之地 呃 四战之地啊 那倒霉的地方我跟你讲 自过以来这边就有到处是那个间谍的传统 是吧 说是草木皆兵一点不为过 因此大使馆配备了反监听手段啊 很多敏感的事情啊 都是回到了大使馆才敢说 海哥带我去了电脑室 说是电话约了 过两个小时会再打过来 我贫富了一下一路上紧张的心情啊 先去了电脑室看了一下回复的邮件 一进去就看到了那个漂亮女孩 穿了件亮黄色的上衣 写得更加的亮丽了 她坐在一台电脑前 谈头看见我进来 啊 往而一笑 让我身上身上所有的紧张和疲惫啊 瞬间就消失了 那赫尔蒙啊 赫尔蒙封闭的厉害是吧 没办法啊 我主动过去打了个招呼 他也介绍了一下 说自己是新派来使馆的翻译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啊 可以叫他阿青 听信念念念念的阿青啊 你后面还有啊 他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 一直多少年没有忘记到邮 这 嗯 也可以算是初恋吧 就是让他心动的女孩子啊 人家也在忙 咱们也在忙 直到人家的名字啊 也介绍了一下我自己 找到了旁边一台电脑 坐下来抓紧时间干活 看着车间发过来的邮件 心里非常激动 参加工作之后啊 我一直在车间学习技术 然后负责质量检验 大概过了五年 才有机会外出厂站做技术服务 当然 在国内的站点 碰到的都是一些简单的技术问题 这一次到了贝尔格莱德 就是第一次出国 也是第一次自己 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啊 第一次就是独当一面啊 非常锻炼人的 真的非常好啊 来的时候 张主任也交代了非常清楚 我只是来善后的 换了被剑 然后立即就回国 只是老刘的任务啊 让我有了一些想法 如果这方面真的有突破 那对祖国的贡献将是巨大的 对吧 但是全世界所有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用雷达发现 那个隐形 美国的隐形F117啊 邮件里面讲得很清楚 滤波器是需要调整的 而且验波和测试方法 也都整理了一下啊 描述的非常详细 重点部分还列出了说明 有一些还附上了单线图 看到在我的上面画的 我的文档上面画的单线图啊 我别提多感动了 我自己也用那个我的文档 知道我要画一个图 那些个电路图是多么的难 多么的复杂 车间那边的同志啊 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努力 花了多少精力 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来的 画出来的用我的文档画了个电路图 太不容易了啊 不过呢 邮件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我手头这一台测试用的滤波器太简单 是没法完成任务的 不过啊 由于塞尔维亚当地的雷达 都是老毛子提供的 所以也建议啊 建议了两款老毛子的滤波器 讯号都发给我了 让我找找看 于是我把讯号都记在了小本子上面 这一切啊 真的要归过于老厂 老厂长的远建筑师啊 前苏联解体之后 在各地研究院 瘋狂抢便宜老毛子那些 研究成果图纸的时候 老厂长却利用机会 与老毛子的设计 那个设计院 设计院所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和合作关系 真是有了这种钢铁一般的友谊啊 才是才使得我们有机会拿到类似的订单 才有机会派人员出国你知道吧 否则人家不给你这个订单做 不给你这个活干啊 是吧 战争时期 为了达到目的 战争双方啊 通常通通常都是不计代价的 钱算个屁啊 因为我们因为雷达供应的零 零部件价格 通常都赶上了整部雷达的价格 宰得厉害啊 而且 都是先付款后干货 看到吧 先付钱啊 没有欠账 没有欠账这回事 这种生意的利润远非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可以比你的 哈哈 就是吐槽了一下房地产啊 当然也是有前提的 就是要有非常良好的信誉和声誉 而且产品质量要过瘾啊 还要有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盈贵真传 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 准时接到了工厂联络处领导打贯来的电话 主要是了解进度 然后催促啊 然后催促 我抓紧时间完成那个任务啊 抓紧时间回国 前南斯拉夫地区啊 一直不太贫 虽然对方付钱付的很爽快 但是工厂还是希望我尽早安全的回国 这次新收到的贝金啊 都是老毛子设备的那些易损件 毛子的工业基础还算比较雄厚的啊 但是产品呢 质量称差不齐 机械产品是非做的非常好 那电子产品就差的多了 曾经在工厂里面做了对比 同样设计的电路板 老毛子的产品的寿命 只是咱们产品的寿命的一半 我靠 那故障率大概是咱是咱们产品的五倍 吓死人了 因此现在市面上 有客户买了老毛子的飞机坦克啊 然后直接就要求 换装咱们的电子设备 那剩余杠杠的 剩余不要太好啊 那个剩余都打出去了啊 那我想这个跟中国人的心灵手巧 吃口耐劳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老毛子心啊粗做做做做的出来大坏头 但是干不了细活啊 工厂呢已经了解到我被人跟踪的事情 按照我们工厂的指示 从现在开始我在站点更荒的背间之后 就直接回大使馆 对方有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工厂找工 那个可以通过工厂找到我 其实工厂并不知道我们车间的小九九 车间那边和我这边心有灵犀啊 都有默契啊 都没跟工厂提到了那个老刘的那个测试 你知道吧 因为厂里面 我的厂里面是站在那个政治高度和安全角度去考虑问题的 假如这个测试啊 这个老刘那个测试 提到的这个厂里面的领导那边啊 肯定会被毙掉 会被否决掉 那于是我又去了第三个站点 那个离贝尔格雷的市区有些远 坐车差不多两个小时 你要知道在欧洲啊 尤其是尤其是比利时荷兰那样的国家 开车开车两个小时都已经横传整个国家了 都是小国啊 对吧都是小国啊 啊 屁大的地方 鼻蚀大的国家 就是那些地方啊 这个站点在山上 不是市区那种隐蔽在居民楼里 居民楼附近的那些站点 贝尔格雷德那个空气非常好 我们赶上了大晴天 能见度也好 我一边修改电压电流 一边找借口 那个找工具啊 在站点里面四处翻 就是没有找的那两种绿波去 哎呀 带着失望的心情啊 我正要回大使馆 就听见院子里面好像有孩子的嚎叫声 没错是嚎叫啊 马上下去院子 看见一个大概十岁左右的孩子 被吊在一个木头大城的架子上面 吊起来啊 下面有一个光榜子的赛赛族士兵啊 赛族那个士兵在用细麻绳抽 抽那个小孩子 小孩子的皮肤细嫩啊 麻绳打上去 不会直接出血 但是会育种起来 就是俗称的内伤你知道吧 孩子身上已经是满满一条条一条条 满满的都是红种啊 像蚯蚓一样 也就是俗称的内伤啊 泪水巴达巴达的掉在地上 艰难的抬起头 那个起邻的野生 漫无目的的四处寻找那个求救 爱好的声音啊 都是有些像野兽一样爱好的声音啊 可是那个大那个赛族大兵啊 没有丝毫挺手的意思 没有丝毫挺手的意思 我想上去制止他 被旁边使馆的司机师傅拉住了 赛族士兵啊 非常骁勇善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啊 就是赛族青年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王储 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吧 呃 司机师傅也不想让我找麻烦 我争了几下没挣脱 他看我比较激动 就给我讲一讲了一下大概的经过 说的是最近啊 因为有几个战点被北约踹掉了 因此啊赛族很小心的保护 还在那些运行的雷达站点 减少了开机时间 也加强了巡逻 今天正好几个大兵在巡逻的时候啊 在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这个小孩 小男孩 我问话的时候吞吞吐吐啊 于是他们就搜身 结果发现了小男孩口袋里面的两张一美元的纸币 你别小看一共才两美元 当时在贝尔格莱德 也只能够吃一顿 也能够吃一顿比较丰富的那个饭啊 饭菜了啊 那个美元当在那个呃 南联盟那个内战的时候啊 非常值钱了 那于是呢 那巡逻队就把小男孩带回来审讯 那小男孩一口咬定是捡的 那后来就这样了啊 就吊起来用那个细腾绳抽啊 细腾鞭子抽 那司机师父怕我冲动 强拉着我上车 我坐在车上回过头 圆圆的看着那个小孩子 低垂的脑袋啊 越来越来 车越开越远 哀嚎声却一丝丝的从远处传来 我心如刀脚啊 我心还是太软了啊 坐着心太软了 战争改变了很多人 更改变了人性 那人心内 人心内心生存那些 最丑恶的 最阴暗的 最那个最恶的东西 被战争都会激发出来啊 都会激发出来 本来都是南斯拉夫一个国家的国民 对吧 同胞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打起来了 据说有有村子的人 一夜之间啊 全部被屠村了 无论男男女老少 啊 全部一夜之间被屠村 杀光 还有的邻居 前一天还是和家之好 全家 乐了和和了 好得不得了 多少年了 对吧 内战之后啊 立刻反目 立刻反目成仇 曾经的兄弟啊 变成了仇敌 啊 变成了那个战场上的敌人 互相残杀 我讲人类啊 就是这样 就是互相残杀 人的历史啊 战争史就是一部 互相残杀的历史 战争是残酷的 而我们祖国的人民啊 生活在和平之中 这种和平是来之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我们要珍惜和平啊 知道吧 这件事啊 改变了我对赛族的看法 如果以前还是供销关系 还是那个客户跟那个供应商的关系 赛族是我们的上帝 那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啊 现在我纯粹 实在就是 当一天和尚 装一天中 混日子 回回去了使馆 又碰到了阿清 那个小女孩 那个漂亮女孩 我就把那个赛族 凑打小男孩的事情跟他说了 阿清说他也很难过 说这些时候啊 说到这些话的时候啊 他眼睛里闪了一丝泪光 小女孩还是心软啊 你小年轻啊 没见过世面 我我我赶忙抓紧机会啊 给他倒了一杯水啊 曾经拍马屁 他说这几天他 呃有他也去过那个 到贝尔格雷的社区的华侨 那个社区那边 亲眼目睹了战争的破坏 甚至亲眼见看到了伤亡 啊就开始有点害怕了 后来呢看了多了麻木了 也就不害怕了 剩下只是震惊了啊 晚上我又研究了一下 车间发过来的邮件 把一些技术细节在脑中啊 脑中啊过了一下 小男孩的眼神 还一直在我脑脑海中呢啊 不断的浮现 久我久久无法睡过去 久久无法睡着 在那件事情之后 漫长的外联技术 呃那个技术的外联技术的生涯之中啊 我无数次无数次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甚至亲眼目睹啊 把站点啊 雷达站点被踹掉 被轰掉 被炸掉 直到现在 还会有市民的习惯 想到那些可怕的场景啊 我就市民睡不着了 太刺激了 我跟你讲 啊 接下来雷西做了三个站点 把所有的备件都更换完毕之后 我也在计划上啊 回国啊 回到我厂里面去了 由于北约的封锁和禁运啊 禁飞区啊 要先从贝尔格莱德坐车进入罗马尼亚 然后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啊 经过莫斯科中转回国 去的时候也是走这样的这条路线 一共走了接近四天 过来的时候 因为第一次出国有新鲜感啊 都无所谓 都在这个时候 现在到了过了那个 呃 一段时间要回国了 这个时候身心疲惫啊 身心疲惫 连转机的时间加起来 接近九十个小时才能回到城里面 我想想都害怕 我跟你讲 就在那个心里面忐忑不安的时候 海哥跑过来跟我说 有个战略在找我 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啊 出了什么问题 我前面讲过啊 战争期间啊 雷达就是军队眼睛 因此啊 敌军必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弄下这个眼睛 为了保 为了保存自己啊 那通常雷达都是处于关机 状态 放在隐蔽的车里面 或者洞库 楼房啊 那些隐蔽的地方里面 在需要的时候 按照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位置 不同型号的雷达 分时段开机 把数据汇总到指挥中心 这样才能才能提高生存率 雷达是这么玩的啊 当今的雷达基本都是移动式的 也就是为了避免地方 那个那个敌方啊 侦测 开一下机就换一个地方 这次接到通知的雷达 其实早就发现有问题 不过一直没有确定一下下一个那个停留的位置 因为它是移动的嘛 车载的那个移动的雷达站 也就没有通知联络官 现在应该是确定了地址 所以找上门来了 我也没多想 就跟着海哥出发了 好 这集就说完了啊 大家喜欢的老铁们 喜欢的话 就请订阅点赞分享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